这是包王输给何池最自闹的一次,网友看完笑出猪叫声。 包王输你感性,他一直在生龙,然后再一次钢岛,想打一个中断,离得太近了,打大猪中断的话,大猪只要起身抓的话,你基本上没用的,你远的话会被战争摸掉,你近的话直接把你抓掉啊,我去这也生龙啊,包哥你开了吧,可以啊,大猪没有一下子被打死,现在拖一下时间打一下血量也是不错的啊, 继续点,嗯,哎呀,后面不是真奇,后面是一个表气啊,好,点赞接着看吧,后面两个无弱,哦呀,这生龙可以啊,嗯,你生龙,这个生龙就明显了啊,这个预判的话很成功,有一些生龙他是意识流的啊,有一些生龙是可以揣摩对手的这个进攻路线来做出的, 出预判的啊,嗯,嗯,漂亮,骗到了一个,刚系列打一个中断,贴身过来打左右,包王猜错了,以为是打一个身后啊,没想到在前面打, 诶 踩中 但距离不好 继续踩 踩飞翔角 好 再一次升龙 又再一次被钢中 好 烧根来了 啊 烧根 什么东西啊 烧根没有钢到 又被烧了一次 太烧了 被一个伍弱打成这个样子 好 杨领天顶回去 先点死这个伍弱再说 哦 对了 但是霸王他随机到了这个表气 他不是正气还不好打 关键是大家懂的都懂是吧 正五 他三气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有 你一旦中他的招你就直接秒掉的啊 啊 你点吧 点不死我啊 但是我抓到一次机会就操翻你啊 好 下戏顶回去 完了 撞起来 撞起来 哦呀 绿了一下 升龙 这一下跑不掉了 可以 还反击了一下 哦 我去 真的赢了哈 厉害厉害 好 关注修修 可以走掉 好 关注修修